今天来给薯子做果蔬鸡肉月饼 我们先来切一下今天要用到的蔬菜和水果 紫薯切成大块就可以了 第一次做仓薯吃的月饼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呢 再倒南瓜 切成大块就可以了 切好先装起来 再倒鸡胸肉 也是切成大块 切好一起放锅里蒸熟 等会用来做月饼 在蒸的期间 我们来处理一下火龙果 用果肉勺挖出一个球球 可以用来做月饼的咸蛋黄哦 估计大家已经开始关心 剩下的火龙果应该怎么办了 为了不浪费食物就留给我吧 接着把刚才蒸熟的鸡生肉 放绞肉鸡里面打碎 顺便把南瓜也加进去 再加几勺羊奶粉 最后用绞肉鸡打匀就可以了 打好装到碗里面 碗壁上的都不要放过哦 月饼饼皮就做好啦 紫薯也蒸好了 把它压成泥 等会用来做月饼馅 材料都准备好了 拿一块紫薯泥 把它压扁 把火龙果放进去 包起来 再把它搓圆 接着拿一块南瓜肉泥 也是把它压扁 把紫薯球放进去 包起来 包好之后把它搓圆 最后用月饼模具压一下 一个水果夹心月饼就做好了 接着来做一个流星的 在紫薯球里面挖一个小洞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把营养泥挤进去 然后包起来 最后包上一层饼皮就可以了 先来切一下水果夹心的 哇 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里面的火龙果很像糖冬瓜 接着是流星 这个也不错 你们喜欢流星的还是水果的呀 后面有个玉果 精确 感受嗤 早上 比较